Shanon Karen You 歡迎收看朋友圈 今天Karen要給我們介紹的朋友是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從我大學就認識二十幾年的好友 Kevin正 大家好 我是Kevin Kevin 這個我很好奇想要知道 Karen在小時候 他以前會不會很調皮 然後你覺得他的成長情況又是如何 OK 我跟Karen 初五認識差不多二十幾年 我們從讀書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認識 那個年代真的是 人員非常好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過去他們家 因為我們每個年輕人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去Clapping 大家會認識妹妹 她是唯一很棒的Leader 每個禮拜去他們家 她媽媽都會說 你要出門要把家裡先打掃乾淨 我們才能出門 那我是唯一就是被Aside 就是Claing out他們家的廁所 那我們都意不容辭 一定是先把它處理好廁所 我們全部的人 一些同學男的或女的 我們才能一起出去 就是玩 因為他是唯一的Leader 沒有他的話 我們就沒有 沒辦法 就玩不起來了 晚上整個就over了 所以說那個年代 我們覺得說幾乎每個禮拜 都會去他們家集合 然後就把他們家弄乾淨 所以所以會造就說 那時候把他清這個廁所 對不對 造就說我現在 我的行業也是跟衛育的產品 有關係 相關的 這個東西 是是是 而且我知道你是做這個電商 對不對 那這個電子商業 其實也是現在的一個趨勢了 那我們曉得 從事每一個行業 都有一些竅門的 那我知道你做得相當的不錯 沒有沒有沒有 對把你敲門 對 讓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我們做e-commerce business 我們是做衛育的成價 OK 我們都是做美國的主流派 美國市場 對老中來講是比較冷門的產業 那怎麼樣去在美國成功做這個 因為做這一行也不容易 因為你要做一些比較就是 不可取代性跟獨特性的產品 是 不然的話你有東西 你可以拿得到貨 你可以去design這個東西 大家都可以賣 大家施殺價格就沒有意義 那只是說 你怎麼去符合美國人這個文化 像我知道 美國人他們對 產品他們比較喜歡說 最好東西買來 直接箱子打開來 一個產品就是pop out 就已經complete the whole unit 越簡單越好 越簡單越好 你組裝方面的話 太複雜的話 美國人就把它包一包 就退到store去了 是 所以說 很多事情就是說 十一住行的產業 你可以在網路上賣 只是說你要了解美國人這個文化 我常講說你在美國 他喜歡吃漢堡 你就要給他漢堡吃 你到德國 他喜歡德國豬腳 你就要供德國豬腳 你到日本 他喜歡Sashimi 你就要給他Sashimi吃 所以也就是要去了解市場 對 你要讓他要了解文化的差異性 文化差異等於他的商機 那他們除了在使用方面之外 還有他的外型上 是不是也是 因為東西文化的不同 所以在選擇上面 也不一樣嗎 外型上的話 就是看每年的trendy 它流行的款式不一樣 那剛剛可能是今年會流行 可能三五年可能又不流行 搞不好以前三五年不流行的 現在又回來了 像我們現在的趨勢就是 比較流行 比較modern classic的感覺 現代古典感 比較可以比較 不會那麼膩 你可以長期都覺得 這個東西很漂亮 那如果說光比較traditional的感覺 還是classic的感覺 還是contemporary的感覺的話 可能兩三年之後 味道又不見了 因為趨勢這種都很快的 是很快的 所以說你就是 你要去知道說 美國他們現在的趨勢跟文化 不是光光一個產品 廝殺這個價格 很多時候你要去深入 你才能在做e-commerce電商 在美國才能 這麼講的 不會輸太起跑點 不會輸跑點 而且也有一席之底 對 我們都還在奴隸中 不過我也想問問Karen 因為你這位朋友 Kevin 從你們以前開始玩開始 對不對 幫你搭燒廁所 所以造就他現在 也有衛浴家具的行業的電商 那你看著他的成長 你覺得他有什麼改變呢 我覺得他讓我欣賞 我覺得他有潔癖 所以他之所以 會把我家廁所打掃的 那麼乾淨 所以他其實本身就有潔癖 現在可能沒有了 現在一家都是我太太親 然後他摺衣服什麼的 都摺得跟豆干一樣 很少男孩子是 這麼organize 對啊 現在沒有了 現在這樣比較忙了 這個情投手足 對對對 那Kevin你覺得呢 Karen Karen從以前呢 你們一起出去玩的玩伴 到現在 銀行行長 對 知名銀行長 我覺得他現在跟 以前的現在真的差很多 以前就是 以前是好像一個大件 你不是說我之前有leader的風範嗎 以前有leader的風範 然後他的個性又比較 比較男孩子氣 所以說 而且人都很好 很豪邁 阿沙里那種感覺 女中豪傑 對 對 女中豪傑 然後所以說 跟他在一起的朋友 大家都 他比較沒有心機的人 他就是一個長子通道的 知賴知王 知賴知王 他喜歡什麼都該講之講 所以那個年代 讀書的時候都很喜歡他這個角色 對 那他現在的角色又不一樣了 行長了 對 跟他吃飯可能還有一月時間 他現在做得很成功 他也從年輕打拼到現在 我覺得他非常的好 而且他以他的 現在這個資源來講 對我們華人 來這邊創業的話 他是很好的就是 幫助 幫助理財專員 是 理財專員師 對 如果說在洛杉磯 那些華人 剛開始要起步 要做生意的時候 他是很棒的一個理財師 跟行長 非常好的 是 誇獎 真的不錯耶 我覺得交到一個好朋友 你們不僅在平常 可以在精神上 互相支持 在工作上也可以互相協助 真的真的不簡單 非常好 好羨慕你們 對 20年前是想說要去哪裡 clubbing玩 20年後再想說 現在要怎麼投資 自己要怎麼轉 非常好 聊的那個 mentality 那個 concern 都不一樣了 確實 而且你們兩位也都是 都成長了 對 而且現在也都算 有很好的成就了 也替你們高興 那也非常謝謝Kevin 到我們的朋友圈來 謝謝 那我們就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說再會了 OK 拜拜 真的很高興耶 看到你們兩個可以這樣 互相的扶持 而且呢 這個共同的成長 那就都有很好的成就 也替你們開心 那非常謝謝Kevin 今天參加我們的朋友圈 謝謝 我們要跟觀眾朋友說再見了 好 拜拜 拜拜